三分钟新闻通 双轨火车取代马兴高铁 专家认为大马将得不产失 在首相敦马哈迪宣布 隔制估计耗资700亿令吉的 马兴高铁计划后 执政理事会学后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 就是政府只需耗资200亿令吉 来提升现有的双轨火车 ETS的设施 就能同样地从大马铁路衔接去新加坡 而且还可以省下500亿令吉的成本 乍听之下 这个替代方案好像不错 但是一个是先进的高铁 一个是技术相对低端的双轨火车 然而高铁与火车 除了速度的和成本的比较 更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发展 试问两者能相提并论吗 专家可不正面认为 专家说在马兴周边国家发展区域高铁路线时 如果大马采纳上述建议 很可能只是获得短期利益 长远来看会得不偿失 亚洲铁路公司工程总监菲利普表示 要提升现有的铁路轨道并不容易 像是需要沿着轨道的路线把弯道弄直 才能加快列车的速度 另外新界的轨道还必须打地基和规划新的排水系统 这是一个耗费庞大又耗时的漫长过程 但更重要的是它永远无法取代高铁 以效率来说 高铁速度可达每小时320公里 只需90分钟从吉隆坡抵达新加坡 但双轨火车速度只有每小时200公里 需要130分钟 也即是2小时10分钟才能抵达新加坡 试问两者岂可同日而语呢 交通经济学家瓦尔特斯特拉则表示 长远来看未来2030年 东盟国家将能从区域内的综合高铁系统获益 如果到时马兴两国缺乏相应的高铁系统 恐怕就会落在后头 就让我们来看看大马的周边国家 例如泰国在2017年底 已经启动和中国的中泰高铁计划 而印尼也有衔接雅加达到万龙的高铁计划 另外当中国的复兴号时速可达400公里时 美国的超级高铁也传出时速可达1200公里 难道我国把大部分的资源 投入在提升双骨火车的时速 只有达200公里吗 马华认为 西门政府应从成本、技术和可行性角度来探讨 不一定要否决新界高铁 反之马兴双方可以重新进行谈判 并探讨更理想或拟定符合国家 长远利益的计划 以双赢的方式为马兴两国人民 莫取福利